武漢肺炎疫情导致中国大陆封城断链 产业担忧供应链中断风险 疯狂下单拉货 台湾二月PMI连续五个月呈现扩张 比一月份攀升了1.4个百分点 来到52.7% 不过展望未来厂商并不乐观 复工以后呢 这个工厂里面是不是会有这个 这个群聚的 就是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就使得制造业呢 他们厂商呢 对于未来六个月的这个展望呢 是呈现这个下跌的趋势 那指数也来到36.8个percent 疫情影响电子与交通产业成了重灾区 整体制造业面临订单扩张 生产紧缩 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创新高 存货转而紧张 由于未完成订单依旧呈现扩张 产业未来能否顺利出货 将是一大挑战 会完成订单还在往上走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连续三个月的扩张 但这一次的上升 伴随前面几个指标 以及供应商交货时间的异常 事实上告诉我们产业 现在正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货出不去 交不了货也进不来 过完年后应该是要开始起跑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从出口进口 都是一个非常明显幅度的下跌 随着中国复工步调缓慢 加上日韩供应链买下不确定性 台湾有机会受惠转单效益 不过关键人在于是否能够顺利出货 另外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也受疫情冲击 指数下跌14.6%至40.4% 创下2014年8月创编以来的最大跌幅 新唐人亚太电视 之前李林玉堂赵婷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